那些懂得知恩图报的明星,胡歌有情有义,他为了报恩以身相许。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,人活在世上应该知道感恩,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一项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 而人们一向都说娱乐圈与龙混杂,很乱,但其实这个圈子里有很多善良的人,他们在镜头前是光鲜亮丽的明星,在镜头后也是普通的人,他们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别人,做公益,比如说韩红,古天悦,还有的人是懂得感恩的。 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些懂得感恩的明星们。 王力宏,他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男歌手,也是优秀的音乐制作人,演员,导演。 熟悉王力宏的小伙伴一定对他的一个广告很熟悉,那就是某哈哈,王力宏从1998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了,到如今20年,这个品牌的女主角一直在变,但王力宏一直都在,而且代言费一直都是20年前的价格,这是为什么呢? 王力宏自己说这个品牌是他的恩人,在他还是新人的时候就不嫌弃他让他代言,所以他打心眼里感激这个品牌,现在不涨价就是为了报恩。 林心如,前几年新版《还珠格格》开拍,琼瑶邀请他来客串,林心如一点没迟疑就答应了,还有琼瑶的《花飞花物飞物》也有林心如的客串,这部剧的制片人说,每次邀请林心如,他都是立马就去了。 要说那时候林心如的工作也挺忙的,他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客串角色那么上心呢? 这其实是林心如在报恩琼瑶,因为当初拍摄《还珠》的时候,林心如的紫薇演得不好,差点被换脚,这时候是琼瑶说给他一点时间,让他慢慢入戏,也正是琼瑶的话让林心如逃过了被替换的命运,让他达到料如今的成就。 杨迪 杨迪,很多人都知道他很搞笑,在综艺节目中很吃香,杨迪在娱乐圈最尊敬,最感恩的就是谢娜了,因为如果没有谢娜的提携,就没有如今的她。 曾经在某个颁奖晚会上了,谢娜和杨迪共同获奖,但导演觉得杨迪常得丑,让他撕下领奖就可以了,但谢娜看不过眼,帮他说了话,最终导演组向杨迪道歉,谢娜的做法很暖心,也保留了杨迪的尊严。 从那之后谢娜只要有机会就会提携杨迪,而杨迪也一直都很感激谢娜,在不少节目中都说谢娜是她的贵人。 胡哥,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,2005年在唐人出道走红,结果在2006年遭遇严重撤破,还差点容,身体受伤,事业也跌入低谷。 在这个时候,唐人没有放弃胡哥,一直在等他康复,连剧组都在等住他,一年后射雕英雄传才重新拍摄,这让胡哥很感动,也很感激。 所以这13年,哪怕合约到底,胡哥也一直都是唐人的一哥,并不像别的明星一样,红了就去签约更好更大的公司,这是他的报恩方式。 李兹,很多人都知道他在《以天图龙记》中饰演的赵敏,那样美丽的他无数人心动,但其实生活中的李兹并不轻松,虽说小时候家境不错,但后来家到中落,他很小就扛起了家庭重担,后来弟弟又出车祸成为了植物人。 那个时候的李兹往返于剧组和医院之间,心力交瘁,这时候是富商马亭强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,不仅付出了大量的金钱,还无微不至地帮他照顾弟弟。 这些所作所为让李兹非常感动,之后就嫁给了马亭强,既是因为爱情也是因为报恩,虽然马亭强长得不好看,还是个残疾人,但是李兹依旧很爱他。